大家好 我是小马 大家好 我是大龙 我是小吴 我是小熊 后面唱点段片了 名字都不知道叫啥 因为我们还没有给它取名 今天我带着两位学员 还有带上大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的葡萄 因为我想包葡萄园 兄弟们 你们吃葡萄最豪狠的方法是怎么吃的 狼腿虎咽 你呢 嚼都不嚼 直接咽 哇 甘拜下风 我这葡萄从来都不吐葡萄皮 直接往里面塞 一颗一颗连贯地塞进去 我以为直接放到这里去 这才是达到了境界 直肠子 不说 咱们 Go Go 兄弟们 这就是维师为你们打下的江山 到时候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卖葡萄 增加内容和题材 可以 给的 哦 你给 师兄 哎 慌掉了 不至于 你看 你是带我们来拔草的吧 拔草的话我可不干了 放心吧兄弟们 我不是带你们来拔草的 今天是来实现葡萄自由的 拔草也是自由 附带着一点吧 这一片就你拔了 那一片就留给小熊 这都是我似乎为我打下的江山 对对对 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出去 放心好吧 放心好了 不会让你们晒黑的 一定让你们管保管购 老板就在前面 我们去跟他聊一下 薛总你来了 等你很久了 小马你好 你好 你好 来把车停一下 咱们聊一下 没想到老板还是12号球员 背上有个12 这里面还有金瓜 兄弟们 摘两个尝一下先 哎呀要洗的 哎没种多大 种的很小 这长得歪挂裂造的 拿着吧 够够够 两个足够了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这歪挂裂造长得更好 我该去射你 薛总 怎么走了这么远 还在这棚子里面 你这种了多少亩 一百多亩啊老板 一百多亩啊 全都是葡萄 哎呀大老板 这是没开包的葡萄园 所以网袋还没有扯下来 轮到我了 哦 ok 薛总现在正在解袋子 哇 哇 好看 家伙们 这颗的话就是下黑 下黑的 下黑葡萄皮啊 它是粘着漏的 所以剥皮啊不太好剥 然后 再一个 这是飓风 这是飓风 就是我们常说的 跟粗链一样 对吧 就是轻轻的吸一口就吸掉了 是吧 就吸一口就吸掉了那种 和不一样啊 然后 我想包的呢 就是包这种 嗯 巨峰 巨峰 葡萄 这个葡萄的话好吃 来兄弟们 来一人给一根 尝一下些 一能尝一个些 怎么样 初恋的感觉 很甜的 初恋的感觉就甜了 比初恋还甜 你们两个有没有不初恋 有 确实比初恋还甜 我记得小熊你不是单身吗 你哪来的初恋啊 这个大概就是八两 这个巨峰 这个八两是吧 这葡萄长得真好 我都舍不得给它 打乱它那种 感觉了 造型 大龙 差不多就好了 别老在树上摘 你就吃两个 等下到它盆子里面去吃 那边有 我们说过来说 葡萄自由 现在吃两个就是 大龙 不要再吃吧 咱们还没有定价来 你还知道吧 你就在吃 等下人家老板有意见的 早晚是你的 早晚是你的 我知道你带钱来的 没关系 吃 随便吃 把衣服脱了 用衣服包 你们拿婆的呀 不吃饱 不让你们肥去 对 谢谢老板啊 哇 这几个真好 这搞不好就是我的了 你应该要谢谢 谢谢小马 谢谢师兄 来吃一个 好嘞 咸到我手指 哎呀 从大棚里面出来了 品尝了一下这个葡萄 兄弟们我就问你们好不好吃 好吃 就是没自由 等一下 哥给你自由 好 小马哥 你好 你好 这是巨峰葡萄 来 小马哥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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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下葡萄 大龙 不不我吃瓜 我先吃瓜 我都切开了 来 我先吃瓜 来 谢谢 再吃一个葡萄加瓜 歪瓜 兄弟们啊 这葡萄自由啊 我是给他们机会了哈 自己不吃的 不能怪我 咱们也来品尝一下啊 喷水了啊 咬一口喷水了 好吃 该跟老板谈一谈 怎么合作了 薛总 您的那个葡萄的话 如果说我要承包的话 您给我几个片区 你想要几个片区 拿几个片区 这个也没关系 那这样子嘛 我就先拿三个片区 一个片区大概可以产多少葡萄 好像大概一个片区 第一个大公是吧 对 一个大公大概是八百到一千斤 按最高标准 三千斤葡萄 三个大公是吧 那如果三千斤葡萄 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 到时候也像卖西瓜一样 这样子卖 不知道可不可以 大龙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凭你的实力来说 应该是没太大问题 我就把葡萄 没卖完 挺丢人的 这葡萄这么好 不应该的 但愿吧 那需要交定金吗 随意 随意啊 那行 那我就先交点定金好吧 买买分之一打哈 一 二 三 这边五千块钱 这还是找我爸要的 我当然没现金 那个三千斤葡萄 那我们 应该是 五千块钱定金 应该是可以 对吧 这个葡萄你大概怎么卖 我想了两个方法 不知道行得通行不通 第一个就是 自摘 第二个就是 大早上 我摘一些葡萄 拿到菜市场去卖 这个可以 可以啊 那我可以拿这里的箱子 过去打这个品牌出来 打品牌出来 就是 打这个地方的品牌 是吧 云点葡萄 基本的 这是地名嘛 可以 那 就这么说定了 作为葡萄的定金 到时候 卖多少的话 然后金素 再按个那样算 来 兄弟们 老板一人给了 一大串给我们 哇 要打包啊 都说了自由 一定是自由的啊 小马果园大气 不是我大气 不是你包的吗 你都数钱了 我看的 是不是 包下这个果园 其实也是为了方便 让这些来这里 学自媒体的兄弟们 能更加 好的认识自媒体 它的一些直播带会的流程 到时候弟兄们不怕苦吧 这个是甜的 对对对 二位 不会到时候做逃兵吧 放心 开玩笑 你到了 我们到了 师兄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卖啊 咱们预定在7月30号开始直播卖 到时候如果赚了钱 咱们把钱全部拿出来 吃火锅 可以吧 好好好 没问题 没问题吧 可以 给力吧 相当给力 这就算是我们的活动经费了 加油努力 那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